花蓮县文化局艺术下乡 19、20号两个夜晚 分别是在城隍庙 还有圣安宫前广场 邀请到甄云林阁掌中剧团 演出了《梦断情和剧马》 县长徐正卫亲自到场观赏 看到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看布偶戏 县长说这就是文化传承的目的 花蓮县政府会持续在各乡镇 举办艺术展演活动 让全民共享 19号晚间 城隍庙前广场搭了个大戏棚 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聚集 因为这是文化局 特别邀请到国家级的剧团 甄云林阁掌中剧团首度 来到花蓮开演 县长徐正卫特别到场观赏 看到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看布偶戏 县长说这就是文化传承的目的 我真的看到我们的小孩子 和爸爸妈妈带孩子来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每次在演歌仔戏的时候 都是长者来看 孩子没有 可是我们今天却 由我们家长带的小朋友来看 这就是一个 艺术文化传承下乡 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台湾的本土艺术在哪里 台湾的精神价值 文化的价值在哪里 就在我们的布袋系 所以我要谢谢 傅天忆老师 还有我们的团长 还有啊 真的我们有文场 武场通通到 这是真的不容易 以一个这个 无论是剧团来说 现在已经是非常精简了 而我们的文场 通通都在 我们的文场在上面 武场在这里 我们师父也给我们武场的伙伴 把我们的工作者赢一掌声 因为现在真的要在这个配乐里面 要真的能够专精也不容易 所以在这里真为要谢谢 我们的傅建议老师 还有我们团长 真的能把布袋系 带进花莲 带进再来下乡 在这里真为要谢谢 所有的爸爸妈妈 我们拭目以待 让我们的孩子 得到最好的艺术文化的启发 曾云林格掌中剧团 这次带来的戏码是梦断情河 他把西方的沙士比亚剧码 改编成东方的布偶戏剧情 剧情悲怆感人 动人心弦 让观赏者忍不住泪流满面 而且剧团是以全主现场 国乐演奏和专业主演师 一人配音演出 相当的专业又精彩 20号晚间 在圣安工钱广场 还会再演一场 文化局长江岳成表示 文化局会陆续安排 各种艺术展演类型 下乡巡回表演 让前线的乡亲 都可以欣赏到 优质的艺术表演活动 今年虽然疫情的关系 但是这种艺术下乡 已经有一系列的活动 不但有音乐 有舞蹈 布袋戏 接下来还有我们的戏曲 例如说明华园 还有我们的后山剧坊 所以都是非常精彩 一系列活动 我们会走遍我们十三乡镇 借旅会欢视报导 有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